律中的寺院 见证大师缘辑后的墓所也设于此 未法望去 不惜生命 一抹划不开的古运遗风在靶道上 借乡仍然扑面而来 万古流奔芳 优优独播剧场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独送 佛说持戒精选集 大乘礼去六波罗蜜多经 祭兵国三藏 波罗奉赵义 境界波罗蜜多品 而时佛伯切范 于大众中 作诗字吼 广说布施波罗蜜多矣 时此事菩萨摩赫萨 合掌恭敬 而白佛言 大圣世尊 以说修大乘者 行大悲心 行布施波罗蜜多 以何方便 而能圆满境界波罗蜜多 和明境界 防河过失 云和护持而得清净 设护境界 现在未来 有何果报 云和守护 当正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愿世尊 分别广说 利益安乐一切友情 而时 如来 应供 正片之 民行圆满 善事 世间解 无上事 调于丈夫 天人师 佛 世尊 赞此事菩萨摩赫萨言 善哉善哉 辱于无量百千亿劫 奉持境界 虎为利益安乐有情 问如是意 如今地听 善思念之 无当未辱 分别解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修大乘者 若欲圆满境界波罗蜜多 应当如是发广大心 不畏怜悯一切众生 所谓不布地狱 不求升天 不畏己身 自求解脱 顾持境界 附作如是正念思维 我于习时 以发誓愿 若见有情 悔境界者 适当劝令 坚持境界 以佛境界而为阴落 庄严其身 若我不能 忽持界者 云何以界 涉护有情 以时因缘 劝令持界 若不如是 云何能致一切有情 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者何 若诸凡夫 自不清静 未悔戒者 虽说正法 劝他持戒 忠不信从 反被轻喝 若欲教他 互持境界 何不自护 而毁犯也 以是思之 如因持戒 如若不持 如口虽说 自耳不闻 如是种种 被他击毁 何能劝人守护境界 以是当之 先自减身 离诸放逸 坚持境界 布罗密多 然后为人说正法要 有情闻以 便能信受 即信受以 顾持佛界 具足清白 乃至得成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赴赐此事 若有众生 发菩提心 普为一切 武去四身 乃至 护持一境界者 亦得名为 入谷境界 波罗密多 能得无上正等菩提 赴赐此事 菩萨摩赫萨 修大乘者 见诸友情 多余恶趣 应当修习 境界 波罗密多 八计令出 置于涅槃 然修行时 有三大帐 一者称慧 二者千贪 三者染玉 其称慧者 能退悲心 大悲心者 一切菩提行之根本 以悲力固 与梦寐中不生沙响 旷乌乌食 断命食肉 其千贪者 不能舍失 于己财物 常生千席 于他财宝 横起贪求 时故菩萨摩赫萨 见他财物 如赌毒蛇 不生贪酌 其染玉者 非清净行 应当远离 五欲淤泥 然此贪欲诸苦根本 六波罗蜜之大帐也 富能烧灭菩提之心 耳时 薄且范而说诵言 女性妖媚患祸人 如愿诈青不可敬 贪欲迷荒坏清净 如水不留摧石壁 女人之心多禅曲 如水随流心不定 洪怀意志被祈福 智者帝斯因远离 譬如灵山白象王 彼有力能拔大树 极借母向新婚罪 引入陷阱被调伏 如鹿石草引清流 富能远至诸山谷 猎师能为右鹿生 彼鹿寻生来救死 如于尘浅身影处 游泳水中难可见 为求其时吞勾尔 贪欲丧身亦复燃 譬如黑风贪其香 醉向乌流发香气 贪秀此香极向身 向尔摇动扑皆死 如灯无风焉赤然 飞耳未明尽头赋 由此入火自焚烧 贪爱王区亦如是 五成片处众生生 依害人如毒药 受者如是地思维 众苦极具非安乐 烟火赤然有可处 玄蓝猛风或能细 成会毒舌一条浮 女人之心难可尽 无热池中功德水 流入大海不堪饮 八味皆师同贤苦 清静女人善法静 佛告此事已是因缘 当之女人不应清静 乃至梦中不应思想 旷觉悟时而行遇事 赴次 菩萨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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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应当修习十种境界 云和为时 所谓生三境界 口四境界 亦三境界 言生三者 离杀到营 云和不杀 若见友情被损害时 应以悲心罔救其命 或以资财赎赎令得托 舍不免者以身待之 何况自杀 骨头道者 菩萨摩赫萨 于他财物 乃至梦中不声道响 旷于物而起道心 淫于自财 以轻尽心 无所另习 常行会诗 亦劝他人 离不于曲 横行布施波罗蜜多 离染遇者 菩萨摩赫萨 应当远离五欲境界 亦为友情 说欲过失 赴令众生 离欲邪行 暂说出家无量功德 令多众生 舍家出家 拔记友情 离贪爱欲 事则名为生三善也 言口四者 为离虚狂 离奸 粗恶 及无异语 云和虚狂 为不见言见 见言不见 闻 觉 知等 亦负如是 与此虚狂 皆舍离之 作真实语 明离忘语 赴此 言离间者 与彼说此 与此说彼 令生乖真 若能离此 常和何语 事则名为 远离间语 粗恶于者 为粗恶言 令彼热恼 所不欲闻 而令闻之 若能离此 常以软语 令彼是悦 事则名为 离粗恶于言 无异语者 以染欲心 戏弄谈虐 乃至邪论 皆无毅力 若能离此 为义友情 食欲 食欲 事则名为 离无异语 无萨如事 若能离口四过 修习如来 四种善语 常为友情 说于妙语 令闻法者 欢喜信寿 如水清诛 能清浊水 闻法信寿 亦复如事 赴赐此事 亦不善业 亦有三种 味贪 称 吃 离贪极者 见他尊贵 多饶财宝 起嫉妒心 应正思维 做如事念 愿一切有情 得大富贵 无所乏少 世诸有情 情虎艰难 金乃获得 云和与彼 生嫉妒心 我与己才 皆因奉彼 旷彼自获 我应随喜 云和乃板 生嫉妒也 已是因缘 与彼友情 不应嫉妒 诞生随喜 若能如事 除贪极者 世明菩萨 持心境界 赴赐 离称害者 若菩萨摩赫萨 被诸有情 诸二乌棒 无故打骂 断节之节 菩萨与彼 离称害心 做事思维 我已发愿 与诸有情 不起称害 云和今日 乃发是心 又我习愿 常以法药 捐除有情 称害之病 若于众生 起称害者 自己不能救 何能救 彼一切有情 赴赐 若诸有情 称菩萨时 身自克责 以我有过 福德显薄 令他声称 我若无过 必必不称 赴赐 若菩萨摩赫萨 见二有情 互相称恨 皆愿不舍 菩萨建议 生悲悯心 此之友情 不舍称恨 当堕地狱 火烧其身 受大苦恼 是我之救 因此法药 了此称病 我习是愿 愿与一切众生 除称慧病 云和今日 不为断除 此等众生 常为慧魔 之所执福 不自觉知 以大蒙火 之所焚烧 既被魔执 摄持力刀 来杀害我 我之魔鬼 不应声称 当于世人 生大悲悯 父赐 离邪见者 一切众生 皆有邪见 即为身后 菩萨大悲 以正见句 作大照明 领见三宝 又于佛 法 众生 所有功德 生神信乐 一切外道 一切众魔 作障碍者 不能破坏 正见之心 于大称行 无能退驱 父赐此事 菩萨摩赫萨 行大称者 欲令众生 离不善行 先当自身 远离十恶 修行实善 何以故 若诸菩萨 自行实善 所有言教 人皆信授 若自不行 而教人者 譬如有人 回水飘腻 与岸上人 我能救辱 无有是处 造十恶者 亦付如是 自被十恶 我不留所飘 与诸众生 我当度辱 亦无是处 菩萨如是于十善界 具足修习 富交他人 如是辗转 名为修习 境界波罗密多 使此事菩萨摩赫萨 赴白佛言 世尊 如是友情 除断十恶 修实善者 当获何果 而时 佛 伯且范 赞此事菩萨 摩赫萨言 善哉善哉 善男子 如今地听 善思念之 无当未辱 次第解说 此时善业 一皆感 四种果报 云和为四 一 现在安乐 二 烦恼怨贼 势力雷劣 三 于当来世 常得尊贵 无所乏少 四 敬情休息 当得无上正等菩提 离杀四者 一者 菩萨摩赫萨 于一切众生 不起害心 能食无味 亦不恐怖 已无不顾 一切众生 清净供养 尊重赞叹 菩萨与彼 生怜悯心 由此心故 过去所有 一切怨恨 自然欣喜 二者 称慧害心 息皆累劣 以此甘露 用途其心 而能捐除 称等热闹 水眠安稳 横无恶梦 以此心故 要插诸鬼 使血肉者 舍离害心 疾诸恶兽 长相守护 三者 于未来世 或三种果 一者 寿命长远 常无中夭 二者 所生之处 常无病苦 三者 大富饶财 恒得自在 四者 以不杀故 得佛法分 于武去中 所生之处 于是自在 随意能住 乃至坐于菩提树下 诸魔鬼神 不能为杖 承等正觉 无量胜众 之所围绕 此事 此即离杀 四种果报 赴赐 离不渝取 以四果报 一者 于献身中 得离贪疾 神行安乐 二者 以离贪疾 一切众生 之所信向 未继任用 不负疑惑 与诸有情 而作福藏 三者 于未来世 得大富饶 豪贵自在 所有真财 王 贼 谁 或 无能倾夺 四者 能与情切杀等 一切诸佛 主公得葬 所谓十八不共法等 清净法财 二称之人 二上不闻 何况得见 此事 当知此即 名为离偷道业 四种果报 赴赐 离遇邪行 以四种报 一者 于献身中 一切人 天 之所称赞 亦无遗嘱 人所敬重 远离恶民 二者 六根调善 令染玉火 势力为劣 三者 于未来世 所生之处 父母 宗亲 妻子眷属 孝有真顺 唇衣无杂 离于女人 所有过失 令诸众生 无腹爱染 四者 唯离邪行 而得马王 阴藏之相 乃至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此事 当知此即 名为离于邪行 四种果报 父次 离虚狂语 以四种报 一者 于现在世 常行十语 离虚狂语 诸天连念 常共守护 二者 既无虚狂 一切众生 信授其语 若说法时 人皆地授 无劳功力 自然信心 舍负友人 自虽虚狂 曾狂语人 见识于者 心以欢喜 以字妄语 无性踏实 若知真实 深深敬重 当知识语 为大利益 断妄语者 一切恶业 不复造作 何以故 以他问识 如实答故 若在闲境 不起妄念 何以故 若人问我 如闲居时 神妄念否 若言无者 始虚狂语 若言有者 羞愧他人 已是因缘 能令妄心 渐渐为薄 三者 所生之处 口中尝出 青莲花香 苏曼那香 一切有情 知所爱尽 自食余者 不疑他人 有虚狂语 以令他人 信己食欲 能令众生 永短以往 四者 所出言辞 人皆信寿 能令众生 闻法欢喜 乃至当得 无上菩提 此事 当知此集 离虚狂语 四种果报 赴赐 不离间语 以四种报 一者 先在世中 能令自他 何何无真 所在安乐 二者 以何何故 众人爱尽 过去所有离间语罪 惜得消灭 于三恶趣 心无忧据 三者 于未来世 得无种果 一者 能获金刚不坏之身 世间刀杖 无能损坏 二者 于所深处 得善眷属 无诸乖真 不相舍离 三者 于所深处 设不遭遇善友 之事 未说法者 自然觉悟无二法门 于佛法森 深深信向 无有推转 四者 令诸友情 一心一世 欢喜相向 素能证得 此三摩地 五者 而能劝发一切友情 修习大乘 领格推转 四者 愿离千语 长河河语 得善眷属 随顺调福 乃至涅槃 不相舍离 此事 当之此吉 名为离两舍语 四种果报 父次 离粗二语 以四种报 一者 先在世中 离粗染垢 心肠清静 若于沉静 望起贪欲 称会封城 吉诸葬事 无萨摩克萨 心大悲云 讲慈心语 灭忘贪欲 只会封城 令得清静 二者 软语之人 一切爱乐 赞叹 随顺 令粗二者 见令调福 六根清静 三叶无染 三者 以清静故 于当来世 所生之处 永离三途 常生善处 四者 见次能得 无上菩提 据梵音声 说法之时 随其类音 各解其矣 而生念言 经伯切范 为我说法 不畏于人 所说妙法 皆弃我心 除我身心烦恼习气 此事 当知此疾 名为离粗二语 四种果报 赴赐 离无一语 以四种报 一者 现在世中 致人赞叹 心无粗暴 而得安乐 二者 所出言教 人皆信寿 粗二为伯 三者 于未来世 所生之处 恒文种种 如意音声 四者 见次能得 无上菩提 或无碍变 设比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一切天 龙 人 非人等 来以佛所 同于一时 各个别问 自所一事 十伯切范 于一刹那 以意言音 昔能仇对 皆弃本心 贯除以往 此事 当知此疾 名为离无一语 四种果报 赴赐 离贪疾者 亦四种报 一者 现在世中 见他富贵 不生贪疾 做事思为 比人负贵 皆素不生 以我贪疾 岂能倾夺 以是因缘 应勇断除 千贪 嫉妒 若不除断 长寿贫穷 无负威力 以是异故 菩萨观之 除其贪疾 于他富贵 生随喜心 不舍毫离 获大功德 二者 一切爱尽 身心安乐 无负忧恼 威德自在 能尽心中 贪欲云意 犹如夜月 众心围绕 贪疾之心 由思为薄 三者 所生之处 常得端严 六根圆满 财宝丰足 众人爱尽 常行会师 无碍辩才 储重无畏 四者 乃至正德 无上菩提 众胜围绕 功德最上 一切众生 同受教命 此事 当知此籍名为 离贪疾者 四种果报 赴赐 离称会者 以四种报 一者 于现在世 六根葱立 宜容可观 人所倾覆 称会之人 犹如枯树 心中火燃 所有枝叶 稀皆干净 众生一耳 被称会火 熏习五根 一向枯岗 人所恶见 二者 心无称会 一切脑害 打骂 何责 紧接不起 譬如有人 扯家如罗咒 一切诸毒 无能害之 以无悔怒 增长慈心 以慈真言 令三十六拒之 天魔鬼神 喜皆催福 奉慈真言 无所损害 三者 于未来世 以慈心梯 上身泛天 一节安乐 令诸众生 断恶修善 四者 见次能得 无上菩提 具足庄严 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赤然屏住 无量功德 孕集其身 此事 当知此集 名为黎称会人 四种果报 佛法浩瀚无牙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 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互名中华印经协会 人仲人 赌尾 蚝尼 赌尾 封 哼 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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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救度 阿弥陀佛用莲花救度一切众生 所以常念这个咒可以消除一切业障 保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并可以超度死亡的众生跟人得生净土 阿弥陀佛用莲花救度一切业